車道上三匹馬 咬著尾巴慢慢散步 駕駛健壯嚇壞 開著雙黃燈 一路當護馬使者跟在他們後面 駕駛小岸兩聲喇叭 就怕一不小心 這三匹寶馬會跑到快車道 發生危險 好心卻幫了倒忙 馬兒越跑越遠 事發在11號台南仁德的一處私人馬場 四主楊先生一早準備幫馬洗澡 但大門卻忘了關 三匹馬趁機偷溜出去 馬場員工一路狂追 但因為不守馬的習性 又加上遇到好心騎士 嚇得馬兒往前跑了一兩公里 直到四主出動安撫情緒 才將這三匹馬都哄回來 結束這場驚魂祭 幸虧途中沒有與人車發生意外 回到溫暖小窩乖乖吃 涼草黑色白色咖啡牛奶色 每匹馬兒都被主人照顧得很好 不小心讓心愛寵物跑到大馬路上 擾亂交通 要罰三百元到六百元 但四主也深感抱歉 幸好只是虛性異常 TVBS新聞故手窗談談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